很多女人始终搞不明白 自己的男人为什么总是喜欢外面的女人 难道说真的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吗 经过分析和总结 小罗觉得男人离不开外面的女人 主要是跟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个就是男人的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而不是常态 正常夫妻之间应该是夫唱夫谁 但男人如果婚后却始终忘不了外面的女人 那他就是生病了 要知道男人吸烟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是吸烟有害的 可他就是戒不掉 同理男人如果总是面着外面的女人 他也是一样的 他戒不掉 有些女人会说 男人明明是当着自己的面 删除了所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 可结果呢 他们只是转换了战场 又或者是他们熬断思念着 而女人却不明白 男人如果想念一个人 对方的号码早就已经是溶进了他的骨子里 是删不掉 也拉不黑的 第二个就是情人的纠缠 情深容易送神难 男人如果有过婚外情 就算是夫妻俩和好了 心上也会留下一道疤 只是他如果不去碰触 不去想 婚姻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只是情人如果始终去纠缠男人 但男人很难和女人 断的彻底断的干净 第三个就是周围朋友的影响 如果男人身边有一群整天沉迷于酒色的朋友 所聊所听到的 只不过是这些花边新闻 那时间久了以后 男人的婚姻意思就会淡薄 之所以他还没有背叛妻子 没有背叛婚姻 只不过是因为他还没有发达 一旦他发达以后 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去宠爱妻子 而是去找一个女人左右右抱 因为男人的内心始终是虚荣的 一旦他有足够的能力 他不仅想要生活的比人家好 就连感情也要比别人丰富 要精彩得多 只不过是还有些女人傻傻的认为 男人只要认了错 然后当着自己的面 删除对方的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 那就安全了 可实际上一个三岁小孩 都能够背得出来的电话号码 你觉得男人删除以后 就无期可思了吗 当然男人他背叛感情的理由 还有很多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给我私信留言 下次见